回到事故现场 丧子之痛让这位母亲全身贪软 气不成声 宜兰罗东11号清晨4点多 传出住宅火警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员拿起水柱朝屋子拼命灌旧 但整座民宅已经陷入熊熊大火 火势在5点多扑灭 却在二楼房间的床边 发现已经不幸往生的15岁少年 监视器拍下姐妹俩穿着睡衣 逃出屋外的画面 泄心少年加紧清寒 父母在市场摆摊 天还没亮就得出门做生意 留下三名姐弟在家 火调人员进入火场勘查 初步判断起火原因 可能是因为电气短路 起火点是在一楼的主卧室 起火处大概我们有 里面有一些插座 插座附近大概有蛮多的 电线短路的痕迹 至于电线短路的部分 我们初步有看到它是有插电风扇 还有其他的那个电器 一场活紧意外 让15岁的谢姓少年葬送宝贵性命 慈激志工也前往关怀 提供家属陪伴与支持 同一天清晨在新北市也发生一起意外 男子躺在担架上表情痛苦被送往医院 事故现场小货车挡风玻璃碎裂 车头凹陷 新北市新店区清晨5点多 发生一起公安意外 工人进行人口干尸工工程 没想到挺好的工程车突然向前滑动 三名工程人员躲避不及 被夹在辆车中间 其中一名工人还被压在车底 信号三人救出时都意识清楚 没有生命危险 而事故真正原因 还有待警方调查厘清 待新闻综合报道